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會製作洋蔥表皮細胞的波片 再以顯微鏡進行觀察 首先,用剪刀將洋蔥輪葉剪成大小約1cm²的小塊 然後,用鉗由洋蔥輪葉的內側撕出一片表皮 將輪葉表皮平放在波片上 加上一至兩滴典液 在洋蔥表皮細胞上加上典液,有甚麼作用呢? 然後,將洋蔥表皮細胞蓋上鈣波片 確保鈣波片和波片之間並沒有氣泡 選用低配植物鏡來獲得低配放大率 以及將波片放在顯微鏡下面 觀察洋蔥表皮細胞 最後,他畫兩至三個洋蔥表皮細胞 再加上合適的標題和著名放大率 洋蔥表皮細胞是植物細胞的一種 像動物細胞一樣,植物細胞都具有細胞膜 細胞核和細胞質 除此之外,植物細胞的細胞膜外層由細胞壁包圍 而細胞質中有一個大液泡 綠色植物體內的一些細胞更加含有葉綠體 在這個實驗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每個洋蔥表皮細胞含有細胞膜、細胞核、細胞質和細胞壁 在製作洋蔥表皮細胞的波片過程中 我們會將典液加在細胞上 用典液的目的,是將細胞核掩飾 令我們更加容易觀察到細胞的結構 資料 我們要收到細胞的後面 並且很快 我們會有細胞的結構 有細胞的目的是 有細胞的發展 有細胞的癡 有細胞的一部 有細胞的一部